一刻不停旋转千年的糖水为何突然禁止 曾经的旋转此刻的禁止隐藏了怎样的自然遗团 神秘的玄堂比例中国正在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中国有句古话叫山不转水转 它的原意是比于世界非常渺小 熟悉的人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不期而遇 同时这句话也说明万事万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在我国贵州省的中部有这样一个地方 当地老百姓认为山不转水转这句话或许就是出自他们的家乡 因为那里有一个神秘的水塘 千百年来水塘周围的山峰窥然屹立 而水塘里的水却一直在不停的旋转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个神秘水塘里的水慢慢的不再旋转 这个奇异的变化引起了许多专家的好奇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水塘 水塘里的水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在中国西南贵州省安顺市的群山深处 距离贵阳一百一十六千米的地方 有一个神秘的水塘 几年前 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无意间拍到了一段 关于这个神秘水塘的视频资料 令人感到十分惊奇的是 在这段视频资料中 水塘中的水 在按照顺势针的方向自然旋转 当地不一族的老乡说 千百年来 神秘水塘中的水 在一刻不停地旋转 这种旋转延续了数千年的历史 人们相信 这种山不转水转的奇迹 是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 旋转的塘水 能把厄运驱除 能让喜事不断 不仅如此 当地村民还发现 在神秘水塘的东北方 有一座大山 呈现出了神佛的形态 这座酷似佛像的山峰 与旋转的塘水一起 保佑了那里的居民 千百年来平安幸福 免受灾难 于是 这里成为了不一族人 千百年来守候的世外桃源 这个水塘 也被不一族人命名为 玄塘 然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传说中旋转的水塘 竟然不再旋转 在水塘边生活了千百年的人们 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因为这里的百姓 世世代代都认为 旋转的水流 给这方水埔上的居民 带来了好运 而玄塘的水不再旋转 让人们开始怀疑 这也许是某种灾难 即将来临的前兆 一种莫名的恐慌 在山村中开始蔓延 一时间 神秘的水塘变成了一个让人费解的地方 塘水的变化让村民们感到非常不安 尤其是最近几年 在玄塘所在的贵州省中部 曾经发生了多次泥石流灾难 这使得村民们开始对玄塘的变化 产生种种猜测 有人说 糖水不再旋转 也许预示着这一带可能要发生地震 也有人说 糖水不转 是大洪水来临的先杖 甚至还有人说 玄塘的水可能已经被彻底污染 人畜都不能引用 这些传言让原本平静的山村 终日被不安的情绪所笼藏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神秘的玄塘又隐藏了多少代解的谜题呢 为了一探究竟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了距离贵阳116千米的 贵州省安顺市南郊 找到了传说中神秘的水塘 玄塘 当我们来到玄塘边上 近距离进行观察时 我们发现 眼前这个水塘面积并不算大 呈现出相对规则的圆形 直径大约八九十米 清澈的糖水像一面明镜 将周围的山峰倒映其间 微风吹起的阵阵涟漪 在水面上晃动 给玄塘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情绪 圆潭 群山 隐约呈现出佛像形态的山峰 这里的确符合古人所谓 风水宝地的地貌条件 那么这个水塘中的水 以前真的会自行旋转吗 摄影爱好者拍摄的视频资料 又是否真实呢 当地的村民告诉我们 就在一年前 水塘并不是现在这番模样 设置组接连走访了几十位村民 出乎我们意料的事 所有被采访的村民都众口一词 他们说 这个水塘里的水 曾经一年四季 不分昼夜的旋转了不知多少年 尽管村民们言之凿凿 但是记者依旧怀疑 这种传言的真实性 那么 玄塘旋转 究竟只是当地人的一个美丽传说 还是确有其事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再一次回到了玄塘村 在这里 我们想方设法 找到了那段视频资料的拍摄者张先生 张先生的家 就住在玄塘附近 他向我们讲述了拍摄那段视频时的所见所闻 当我们将那段视频的播放速度提高五倍后 这种有规律的水体旋转运动 更加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张先生告诉我们 这段视频是自己两年前拍摄下来的 视频拍摄者亲自向我们述说了一年前他看到的奇异现象 从一年前开始 村民们发现 玄塘的水流 旋转的速度开始越来越慢 一开始 人们并没有在意 直到有一天 水塘再也不转了 人们才意识到以前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景象 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才有了当地百姓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言 那么从前 玄塘里的水体为什么会自行旋转 而到了今天 它又为什么逐渐停止了旋转呢 这样的变化 又是否真是某种灾难来临的前兆呢 奇异的玄塘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旋转 又是什么原因不再转动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十分费解 摄政组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 在我国其他几个地方 也有水流自行发生旋转的情况 而那些地点水流的旋转 基本上与当地的小气候有着一定的联系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 玄塘实际上处于云贵高原的腹地 周围都被山地和风丛环绕着 而当地人也告诉我们 正因为有了这些山峰 所以这里夏无酷暑东沿海 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那么是不是山地曾经的小气候 导致了玄塘的旋转 又是不是现在某些气候因素发生的变化 使得水塘不再旋转了呢 为了揭开玄塘是否是因为气候变化 而不再旋转的谜题 贵州省气象局山地环境气候研究所的 谷小平博士来到了这里 到达玄塘后 考察队首先对玄塘所在的山地环境 进行了仔细观察 谷小平告诉我们 虽然玄塘对面的山体 形似一尊佛像 当地百姓都认为 糖水旋转与神佛庇佑有关 但就科学意义而言 山体呈现出人类的形态 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巧合 这与玄塘里的水发生旋转 没有任何关系 谷小平开始用科学的方法 对玄塘周围的山进行测量 看看周围的山峰 究竟有没有影响糖水发生旋转的因素 他发现 玄塘的位置处于一个小盆地的中央 它的四周都是相对高差 三百米左右的山丘 这样的地形与玄塘曾经的旋转 是否有关联呢 当谷小平博士测量玄塘东北方向的山峰时 他突然发现 这一带的山峰与其他方向的山丘不同 山岭中部存在着一个壮如马蹄形山口 这种形态的山口 会导致这深不见底的潭水发生旋转吗 第一感觉呢 就是这个风呢 是从这个口 这个比较大的山口进来 由于气流的运动 可能会带动这个水体的变化 谷小平博士告诉我们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推测 是因为这种马蹄形的山口 在数百千里之外 一个叫列塔湖的地方 也同样存在 而列塔湖里 也时常出现水面旋转的情形 列塔湖位于我国四川省西部 是一个面积只有2.5公顷的高山湖泊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时常有人看见 列塔湖的湖面会莫名其妙地 产生奇异的漩涡 漩涡不停地在水面来回游走 有时会把整个湖水搅得翻滚起来 列塔湖的漩涡 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 经过考察 科学家们发现 这种漩涡的形成 与列塔湖的地形有关 白天列塔湖受日光照射 湖水表面温度逐渐升高 靠近湖面的热空气上升 而列塔湖的地形结构 使得大量冷空气 从马蹄形的山口 加速进入湖泊上空 于是湖面的热空气 与高空的冷气流 在湖泊上空相遇 两股温度不同的气流 形成了强烈的对流现象 这种现象在湖面上产生了旋风 旋风带动水面 就形成了列塔湖中游走不定的漩涡 古博士告诉我们 他发现眼前的玄塘 和四川的列塔湖一样 都是被山岭紧紧包围 同样也都在四面环山的地形中 存在了一个马蹄形山口 狭窄的马蹄形山口 会使吹入盆地的冷气流 突然加速 形成我们常说的峡谷风或川塘风 在科学上被称作峡管效应 那么 悬塘里的水曾经自行旋转 会不会也是冷热空气的对流 造成的呢 有会不会是因为现在正值冬季 空气对流现象不明显 导致糖水不再旋转了呢 吴小平博士立即开始 对悬塘范围内的风速和风向 进行了测定 这是一个就简易的 这五风向风速的这个仪器 吴小平博士在悬塘四周 选取了五个点 并对这五个点的风向 开始进行测定 吴小平博士介绍说 如果这五个点的风向都不相同 而且点与点之间的风向 呈现为规律性的顺时针方向变化 那么 很可能是盆地内部小气候 形成的旋转风 导致了悬塘水体曾经的旋转 而专家进一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发现了盆地旋转风 存在的证据 就可以推测 悬塘水体现在不再旋转 与旋转风风力的减小有关 而风力减小 很可能是由于这一带自然环境的某种变化导致的 古博士推测 尽管现在的风力已经不足以带动水流旋转 但仍然能够被敏感的电子仪器捕捉到 然而 在得到了唐边五个观测点的风向测试的结果后 考察队却感到十分意外 原来 五个观测点的风向 并不是按照顺时针的规律分布的 这其中既有西南风又有东北风 甚至还有一个地点 风向是无规律的不定风 它的风向呢 也随时都在变化 无论是风向 还是这个风率的大小 对这个玄塘呢 就整个这种规律性的这种旋转呢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不起什么作用 这样的发现 让古小平十分不解 他告诉我们 通过气象学的专业测量 玄塘里的水 不论是以前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 还是如今不再旋转 这些都与风力风向没有关系 看来 玄塘的自然秘密 并不像四川猎塔湖那样容易破解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个奇异的水潭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 古小平推测 玄塘无论转与不转 很可能都与这一带独特的地质条件 有着某些难以察觉的联系 在他的邀请下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的地质专家 何丰盛教授来到了这里 继续展开科学考察 何丰盛 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 对严重地貌及地质构造学 有着多年的研究 在观看了 宣堂曾经旋转的视频资料后 他告诉我们 通过视频他发现 玄塘的旋转并不是某个区域的局部现象 而是塘中的全部水体都在做规律性的运动 这不可能是封闭造成的结果 由于神秘的玄塘已经不再旋转 所以何丰盛教授建议 考察队进一步展开田野调查 试图通过询问当地老乡 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科考线索 就在这时 一位村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还有一个老人嘛 在山上亲自看到 这个堂中间嘛 还有像那个大门的一队红尼 酒给老坛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神秘玄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气象监测未见异常 奇异线索又浮出水面 神秘的玄塘比利中国正在播出 门板大的鲤鱼 让整个堂水发生旋转 当地村民的这种说法 让我们感到十分新鲜和好奇 何教授告诉我们 在海洋中 当鱼群遇到低温洋流的时候 确实会采取抱团游走的方法 对抗洋流 而且大型不明水生动物 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 的确曾经出现 在新疆的卡纳斯湖 人们曾经发现过 红冬色的奇异身影 在水下识影实现 经过考察 这是一种极其凶猛的大型鱼类 哲罗龟 但是何教授告诉我们 那些大型鱼类 一般都生存在规模较大的湖泊 或者河流中 而玄塘的规模 显然难以保证 大型生物的生存 但是村民们却对 塘中有大鱼的现象 言之凿凿 十分肯定 于是何教授建议 考察队对水塘中的生物 展开一番详尽的调查 然而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走遍了整个村落 这里竟然没有一张鱼网 为什么世世代代居住在水塘附近 却从来没有人下水捕鱼 是塘中没有鱼类生存 还是水下隐藏着什么令人恐惧的危险 这和玄塘曾经的旋转 如今的变化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当地百姓告诉我们 自从玄塘村的祖先迁居至此后 村民们再也没有人下到玄塘里捕鱼 原来 不遗族从古至今 一直在贵州山地的水塘 湖泊边依水而居 他们相信自己民族最早的母亲 是龙王的女儿 一条充满灵性的神鱼 而玄塘边的村民们一直赌信 这个会旋转的水塘 正是不遗族的母亲 龙女神鱼的住所 因此 为了不打扰到龙女神鱼的生活 这里的百姓世世代代 都不到水塘中捕鱼 这一次 听说何教授是来破解 玄塘谜团的专家 村民们破例同意我们 在不伤害水生动物的前提下 向塘中撒瓦 他们从十多千米外的村子 为考察队借来了一张小型鱼瓦 会旋转的水塘 为何突然禁止 塘里是否存在大型不明生物 现场考察 能否揭开奇妙的自然现象 神秘的玄塘 也与中国正在播出 宣堂中 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生物 在场的每个人 心里都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去看看有鱼没有就可以 然而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考察队在宣堂的不同位置 连续下了三次网后 惊讶发现 网中没有任何鱼类的身影 偌大的水塘竟然没有鱼类 这让何丰盛教授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难道这里的水 根本不适合生物的生存 或者是这里的水质 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在导致水生动物灭绝的同时 也让玄塘不再旋转了吗 何鹏胜教授 立即使用专业仪器 被玄塘里的水质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 究竟会怎么样呢 这个PH值也是7.9左右 7.9 这个水质从这三个指标上来看 还是不错的 通过科学检测 何教授发现 玄塘中的水 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 这说明 水质既不是导致 糖中没有鱼类生存的原因 也不是糖水旋转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 寻堂中若干起因的事件 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这时候何丰盛教授突然发现 在检测得到的几项数值里 有一项指标出乎了他的预料 荣结氧是 也说7.3左右 每升7.3毫升左右 可能说明它这个水牛啊 还是有一定的流动性 由于它的荣结氧 真的活流的流水范围呢 何教授解释说 荣结氧饱和度 是指水体中的氧分子的含量 一般池塘的水中 荣结氧饱和度 多在每升水5毫克左右 而这里的氧分子含量 竟然比普通的池塘 高出了近50% 这样的荣结氧饱和度 与附近很多河流的数据 十分接近 这说明 玄塘并不是一潭死水 而是一直处于流动之中 依照这样的原理进行推测 玄塘应该与一条神秘的河流 紧紧相连 那么这条河流在哪里 河水也曾经会旋转吗 河流之中又蕴藏着 怎样的玄机呢 经过仔细的科学考察 专家发现了 关于这个玄塘越来越多的谜团 而这一个个谜团呢 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才能够抽丝剥茧一样的解开 何教授告诉我们 要想解开玄塘 为什么曾经旋转 又为什么停止旋转 以及玄塘中没有鱼类生存的谜题 就必须扩大考察范围 将目光投向玄塘四周 方圆几十千米的大山之中 也许只有对整个地区的地形地貌 和地质条件进行整体考察 才能破解这个池塘的自然玄机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继续展开对玄塘的科学考察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村 明天见